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也少不了政治气息 而我们聚焦两岸互动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讯息 我们访问南华大学国际级大陆事务系 助理教授胡生平观察解析 非常欢迎胡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好 我们先把时间往前推移几天 就是前后总统肖万长卸任后 今年是再度以 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的 荣誉董事长的身份 代表台湾出席领袖高峰会 并且跟中国大陆领导人 习近平也进行短暂的会面 那么两个人是重申以九二共事 为基础互动的两岸关系和平立场 播最新的一个相关的讯息 是在上午APP年会闭幕之后 这一次以APP台湾团顾问 与会的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跟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有一个非正式的查续 那么张志军至此的时候 称谓上媒体是关注 称呼王玉琪主委 那么也特别提到 今年以来两岸关系良好 不过也碰到一些情况 特别强调 双方应该在坚持九二共事 反对台独基础上 不断来增进两岸的互信 那么事实上习近平 在前两天的时候 也有提到增进互信 这样的字眼 我们总的来看 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在当天9号的消息会当中 大陆已经说明 在今天张志军特别还强调了 我们来看两岸关系 在过去这段时间 是不是出现了一些波折或裂合 现在是已经修复了呢 老师您的观察 是的 我想从这次这个在 IPEC这个领袖高峰会议里面 这个中共总书记 他以国家主席的身份 来接见我们的总统特使 孝文强先生 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这个他已经有意要修补 这个过去 这半年来 因为台湾的这个太阳花水运 以及张翔事件 以及所造成的一些 这个两岸的一个误会 或是有一些人认为 是一些紧张的状态 所以这个习近 和孝万强先生见面的这件事情 已经显示过去这半年 两岸这个风波或是有误会 大概已经过去了 那两岸会重回比较稳定 和平发展的路上 那我想这是可以预料的 那今天这个王彰会 他基本上也是在 这样的一个基调上继续进行 所以刚才主持人已经提到说 今天两个人见面 重新去谈了 所谓的尊重九月共事 然后这个反对台独 所以他延续了这个基调 然后确立两岸这个制度化 沟通了这样的管道 所以我们可以说 两岸的这个前一阵子的 这些所谓的风波 或是好像有倒退现象 应该可以抛出脑后了 好 那我们就延续 刚才我们所谈到 在今天的王彰会当中 王玉琪在会后 跟记者做进一步的说明 他说他和张志军 见面过程当中 曾经提议两个部门 应该建立常态性互访 还有制度化沟通协商机制 都得到张志军的正面回应 并且会在今年具体实现 我想这是往正面的发展 不过怎么样来解读 是不是说像台湾所期待的 两岸护设办事机构 像这样子的一个促成 是乐观的 我想是乐观的 因为本来就已经提在议程上 今天之所以没有在会谈里面谈 主要是今天这个会谈 是一个非正式的会谈 所以我们看到 它选择的地方叫做地毯 我们看到根据媒体的画面 我们也知道 双方两边的官员 事实上是对座拍拍座里面的桌子 就是一个中国式的小桌子小茶几 事实上不是一个真实谈判的场合 只是双方在互相见面 然后确立双方都有这个善意 继续要谈下去 那所以它是个非正式会谈 所以今天在这种非正式会谈里面 不可能谈到比较细节的 或是比较牵涉到一些可能双方都 特别是北京有点顾忌的事情 因为您刚才到这个护士办事处 主要就是双方现在卡在台湾的一个土上 就是我们需要有人道探视权 那就是有一些这个我们的台商 或者其他的台湾的这个人士 到大陆上去犯了什么罪的时候 被关起来 那我们需要有希望这个 如果未来是护士办事处的时候 我们台湾方面有这个所谓的人道探视权 但是在国际的官吏上 这个人道探视权是属于国际法上的 这个领事外交领事人员的特别权利 那所以北京担心说 如果给予这样权利 会不会变成一个 有外界一个印象 是两个关系 所以这个东西可能还要 看中共怎么样想这个问题 最后怎么样解决 但是我想护士办事处这个事情 最后一定会是 主要是因为两岸的这个交流 两岸的这个往来太过于平等 不论是大陆的商人到台湾 台湾的商人到大陆 大陆主要是游客到台湾 台湾的主要是商人在那边 当然有旅游的同胞在大陆 那都需要在当地有一些 我们不论是办官方或官方机构 在那边提供国人各种协助 就像我们的同胞到全世界各地旅游 都希望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 都需要我们的住外的单位 能够提供适当的协助 或实时的帮助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护士办事处是一个最后会实现 另外其实对于北京而言 他把这个办事处设下去以后 不论未来台湾是哪一个政党执政 那他一定会继续往这个制度上的这个道路走 那这样子其实对北京来说也是有利的 那因为我们未来如果是办事处设以后 他就设立就很难撤掉 因为这撤掉就代表两岸关系的严重倒退 我想不论是谁值得 你就不敢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想可以在很乐观预计就是一定会在2016年 这个下一任总统选出来之前 一定会实现这个两岸互舍办事处 我想这应该是可以做一个实现的判断 好 另外还有一个面向的发展 我想也请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些观察 就是回到消息会当天30分钟的误谈当中 我们的消遣副总统就未来两岸交流跟经济合作 提出升级版的两岸经济关系新架构 包括新模式 新机制 新平台 我们消遣副总统也特别解释了一下 这些目的是在于让两岸交流的重心 青年中小企业基层民众 让一般民众更能够感受到两岸关系的和平红利等等 那么中国大陆方面应该也有一些善意的回应 不过我想请教老师说 目前两岸经贸协议生效跟谈判 好像受到一点点的阻碍 不过这个民间交往往来 您观察中国大陆可能会采取哪些作为 态度如何 我想这个中国大陆在两岸的经贸上 过去从2005年这个国民党前主席 先是容易主席连家先生访问这个大陆 然后进行了联合会以后 先是建立国公平台 后来从那个时候 2065年5月开始 中共就不断的对台湾示出一些 单方面的经济的善意 还有让利 到2008年5月10号 马总统就职以后 其实因为有了台湾这边行政单位 行政单位的配合以后 大陆对我们台湾的让利 就更加的明显 所以在那样的一个 大陆对台的一个让利的基础上 我们看到了过去在2009年前的ECFA 以及后面本来有后续ECFA 早收清谈有一些后续的一些谈 包括福贸、火报或者两岸的仲裁机制等等 本来都在ECFA后续谈判里面要完成的 那我想从过去的这个历史发展经验来看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企图 其实很明显 它就透过这个经贸的方式 希望能够把台湾尽可能纳入 所谓的这个大中华的经济圈里面 这样子在经济互赖的情况之下 会有助于中国大陆实现 它最后原来的那个目标 就是所谓的和平统一 所以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 即使是过去这半年多 因为太阳化学运导致现在福贸 虽然两岸已经签署了 但是卡在立法院没有通过 那货帽的谈判也因为这个福贸的这个风波 没有办法能够很顺利的继续谈下去 不过我认为在目前 这个压力已经在我们台湾的这边 因为主要是因为两天前 中国和南海已经宣布说 我们达成了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FTA的最终的这个结论 明年可能就会正式的生效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压力系在人的身上的话 我们当然要积极争取 我想中国大陆的态度对我们来说 他一定还是会继续释出善意 那肖副总统在这样的情况下 提出这个平台 我想一方面是这个就是 他看到了目前的这个阻碍 也看到了中国大陆 他其实过去释出善意里面 因为台湾有一些既得的这个正常利益 他可能卡住了中间 中国大陆对台善意的这个 变成中间人 使得台湾这个中下阶层 或是中南部 或者广大的民众 没有办法很明显的体会到 中国大陆事出善意 所以我想 稍前副总统他提这个东西 他也知道说中间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也不是说 这个稍副总统要帮助他们 而是说面临新的形势 他提出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 两岸的架构 我想可以适度的解决 目前两岸遇到的困难和困境 也让台湾民众了解 就是我们稍副总统提出的这个 是让台湾的民众了解 中国大陆对我们台湾 当然最后他有他的政治目的 但是其实是应该对台湾 普遍有利的 所以不要有误解 然后因为目前的情况 是只有部分人 或是少数人得利 那他希望能够新的架构下 可能让比较多人得利 让大家了解说 其实两岸经贸互滥 或者两岸经贸的扩大的 这样的交流 其实是对全民有利 但不见得我们就最后能够 或者说一定会被中共吞下去 这是两回事情 是是 那么其实我也许是时间凑巧 看到陆韩签订FTA 在实质谈判有了重大的进展 然后护港通也快要通了 都是经贸方面的 然后台湾的福报协议 还有货帽谈判 都还没有比较有进展 所以好像不晓得中国大陆 是不是也有一点预警的意味 有一点提醒的意味 我想因为我们台湾跟中国大陆 这个规模向上太大 那对我们来说 对台湾来说 中国大陆一方面 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 依靠 那地方也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威胁 所以我们通常对中国大陆的举动 往往会过度的解读 过度的康大以为 都是针对我们 其实已经不适合 我们从这次习近平在IPAC会议上 所展现出来的整个大脱外交策略 他不论是对日本 对美国 对俄罗斯 对南海 以及对包括中亚内陆国家 以及东南亚 他所展现出来的布局 事实上是为一个国家大战略发展在设想 而不是针对台湾 那我们就做一个国际政治上 我们比较弱小的那一帮 我们当然会很担心 就会扩大的 或是过度的解读 中共好像凡事都针对我们 我想不是 所以在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我们其实自己要警惕 就是在目前整个亚洲去整合的 这样的一个大态思想 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个情绪 不要再阻挡国际化 否则其实最后可能受到损害的 还是我们自己 谢谢老师 我想这次中国大陆是主办国 他们也提出亚太自贸去要一体化 的这样的概念 那么也看到中国大陆对外开放的脚步 大步伐 我想台湾要融入区域经济组织 避免被边陲化 我们的时间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迫切 我想这也是在这次 在iPad年卫当中 或许台湾民众要有更严肃的思维 来看到关经贸的议题的这个部分 好 今天非常感谢南华大学 国际级大陆事务系 助理教授胡生平 针对两岸在iPad年卫互动 来探讨两岸关系 提供深入观察 非常谢谢胡老师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